今天我们来做高颜值又非常好吃的南瓜双色馒头 很多朋友觉得南瓜太硬,切开或者去皮有点困难 我来说说我的做法 我们先把整个南瓜外皮洗干净,放在锅里蒸或者煮 至于时间长短这个很难讲,取决于南瓜的大小 等到你看到差不多的时候用筷子扎一下,很容易就扎透了 趁着温热的时候把它切开,然后把里头的籽都挖掉 很容易的就可以用勺子挖出来南瓜肉了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左边这一个部分是做南瓜面团 右边这一个部分是做普通面团 可能还是有朋友会问我可不可以不加糖 不加糖也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南瓜已经有一点甜味道了 所以多多少少加一点糖吃起来会更好吃一点 我们先来做普通面团 把3克酵母加入做普通面团的面粉里 现在我们来加入15克的糖 然后分几次加入150毫升的牛奶 这个取决于你面粉的吸水性,如果太干太稀要适当调整一下 用筷子把它搅拌成絮状 现在改用手把它揉成面团以后加盖 形面20分钟 把刚才挖出来的南瓜肉称出150克 倒入一个大一点的容器里头加入白糖 用叉子把它碾成泥 这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说要趁着还有温热的时候把它挖出来 如果南瓜太凉了,不太容易碾成非常细腻的南瓜泥 加两汤勺的温水,在两克酵母里头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把溶解的酵母水倒在南瓜泥里头,把它们尽量的搅拌均匀 现在把150克面粉加在南瓜泥里头 同样的用筷子把它们搅拌成絮状,然后用手揉成面团 这期间你要看一下,如果太干了就稍微加一点点水 因为南瓜泥的含水量是不一样的 如果太湿的话只能稍稍的加一点点面粉了 把它们揉好做成面团以后也是同样的 加盖,形面20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把第一块做好的普通面团拿出来揉匀 然后把它搅成长方形的面饼 这块小面饼的尺寸大约在20x40公分 我把它转移到一个小面板上 表面盖一块毛巾防止干裂放在一边待用 南瓜面团也同样处理 我们把它搅成同样大小尺寸的面饼 然后把两块面饼叠放在一起 面饼从宽的那一头把它卷起来 尽量的卷得紧一点 然后切成八个大小基本一致的面剂子 拿出一个面剂子,两头都沾上一点干面粉 然后把它压扁 把底下捏紧,滚圆 做成一个馒头坯子 锅里放温水40-45度 馒头上锅,把它发酵45分钟 因为这个馒头之前只行过面而没有正式的发酵 所以这一次发酵是非常重要的 发酵到馒头是原来的1.5倍,明显变大了变轻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大火开始蒸馒头,上气以后转为中偏大火蒸25分钟 关火以后等3-4分钟 看到没有明显的蒸汽冒出来 轻轻的打开一点盖子 再把下层的蒸笼也移开一条缝 这样使得蒸汽可以慢慢的散发 减少蒸笼内外的压叉,防止馒头塌陷 一锅鲜腾又有弹性的馒头就做好了 我们把它切开来看一下 非常的有弹性,而且颜值还很高